准备记录 请慢心等待 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 OCBC 你好 你是OCBC啊 你打来 什么事 我的钱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你联系进来有要咨询什么吗 你打给我嘞 你讲银行 我的账号 钱有什么问题啊 OCBC 华侨银行 我是说你的账户有问题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是吗 那我这里是前排 我刚接启你电话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还是我透过这些脑袋查询 你也比较清楚 你知道吗 那我这里先登记你查询人的姓名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我什么名字 我里面有五千五万块的 五万块 你打给我 你不懂我什么名字 有没有搞错 先生 我刚刚前头跟你说 我们这里是查询前台 电话是联系进来的 哦 联系进来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哪位群众要做查询 所以这里是需要更进查询人的姓名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这边是新加坡哪一期啊 啊 华侨银行 哪一期哪一期的 你银行 我们华侨银行吗 我们在莱佛寺堂 朱烈街 啊 啊 莱佛寺那边啊 这样 是 我我下去处理哦 我里面有五万块 好 我 我 我坦白跟你讲啊 现在这个 这个 疫情啊 这个 病情啊 很多人都没有做工啊 你可以 换 换别的工作做嘛 不要整天这种 打电话来骗人那些什么之类的 先生 您怎么会这么说呢 哎呀 我在华侨银行做得好好的 今天拜六哪里哦 银行都关门了 啊 银行 银行六日确实是关门的 但是我们内部客服中心是有在值班的 啊 你不晓得是吗 啊 我 因为我是乡下出来的 有一笔钱 啊 放进去了 还有 所以先生 嗯 所以先生 你有要查询吗 不是查询 你打给我 你不懂我的名字 有没有搞错 你 先生 我 我刚刚前头跟你说的 我们也是刚接亲的电话 我们这里是查询前台 你我里面有五万 我里面有五万块 你有本事就拿去 好 先生 如果你是拨打电话 进来开玩笑的 那我这边 你打给我的咧 不是我打给你咧 现在是我接到你的电话咧 那个客服人员讲按三号咧 然后华语 华语节 华语 华语沟通那些什么要按三号咧 现在是你打给我咧 那先生 你是收到的 你接到的电话是 通知 那是我们通知部门 派发给你的信息 那个 这样你跟你的上司讲 我华侨银堂都没有户口 怎么你们都会打来 我都不明白 要骗也要骗有理由吗 看如果会打电话通知你 一定是有关于你的相关业务啊 不然怎么会联系你 对咯 我都跟你讲了 我里面有五万块 你有本事就拿去 好 听明白吗 那帅语先生 你要做查询 受限了 好吧